徐良拿住王顺 邵华山的群贼就要起混 藩江淑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 急忙就蹦出来了 冲着冯徽章一抱拳 哈哈哈哈 我说总侠大寨主 咱们一笔写不出俩路林来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利 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 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 您绝不逐篮 这话您说过没 哎 我说过好 我希望您话负前沿 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 冲徐章这脸就一红啊 他可并不傻 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 邵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宿朝的军队 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 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 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 如果真打起来 我说话不算数 我这座烧花山还能保得住吗 思前想后 权衡利弊 封会让终于打定主意 冲着讲评一报全 四老爷 您别往下说了 我姓冯的 是毛房拉屎 里儿朝外的人 实信用的事不是咱们干的 话说一句 王顺交给你们了 少华山的人 谁也不准出来 哪一个要设置障碍 我是格杀物论 好 干净利落 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 要不说光棍 长在嘴上 好马出的腿上 话是拦路虎 医生是肾人毛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 把群贼给吻住了 冯会章纷飞一声 来啊 舍白酒宴 换得四老爷 你看 蒋平还不能拨他的面子 九夕百好 大家团团归座 封徽章是贫贫敬酒 在九夕宴前 他跟徐良白云瑞 一个劲的套近乎 各位 我冯某人 不是表白我自己 别看我落草为寇 占山为王 小明是个贼 但是扪心自问 我没做过坏事 不信 您到邵华山周围 去了解了解 就知道我怎么回事 我赶成是公道大王 冬天舍眠 夏天舍担 二八月开周常 穷苦的老百姓 过不了日子 我还召集两米和铜钱 可是我走这条路 也有难言之言 我希望各位老爷 回到开封府 上福包青天 如果能高抬贵手 不咎既往 允许我封徽章存在 我真是感恩不尽 方书安 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 晃着大脑袋 先说话 我说冯的老爷 你甭往下说的 他说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 你莫可了解 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 你一放进 你是毛方拉屎 里儿朝外的人 我们也不能里儿朝里 怎么说的就怎么办 一定在包青天面前 跟你说好话 允许你绍花山存在 也就是了 我干老 老叔 四爷爷 你们说的 是啊是啊 叔安说的对 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 封徽章大喜 要命人天菜不久 白云瑞那是多聪明 云瑞养朱一转 心说夜长梦多 持则生变 这个地方不能求他 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 徐良何等聪明 知道老兄弟的用意 小生跟蒋平一嘀咕 四爷把酒杯放下 站起来 大哉主 多谢盛情款待 我等 还有公务在身 不便酒流 青山不倒 露水长流 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我们可要告辞了 别家 菜还没上完呢 改日 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 告辞了 告辞了 说着 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花山 冯奎章也看出来了 他们几个人心里的没底 也不变勉强 率领六十四寨的寨主列队相送 一直送出十几里地才攻守告别 那么到了后文书 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 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 咱们另有交代 安协他 咱先不说 但是说蒋平徐良 白云瑞 方淑安 四个人压着王顺 方淑安给出的主意 拿了条绳子 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 拴到马屁话 后头 四个人骑着马 就在后头跟着跑 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 一个呢 他恨王顺 这小子太缺德 应该叫他受点罪 另方面呢 这样他不容易逃走 一旦发生意外 双脚一点凳 马往前一催 就能拖着他 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 别人抢也抢个死倒 书说简短 一路之上 四个人披心吊胆 就回到徐庄 刚一进庄子 家里人知道信 南侠玉猫 斩雄飞 东方侠 贺妖狐 智华 率领的小七杰 小五义 各位弟兄 全都接出来 大伙一看把王顺 抓来了 乐得直奔 好像众星 彭越一般把徐良 云瑞 接近庄内 到庄内 展兄飞就问他 少华山的经过 蒋平 滔滔不断 把经过介绍了一遍 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 徐良 跟展兄飞说 我找他说 这个王顺 好不容易抓住了 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 你要派人 押家看管 梁子 你放心吧 他要跑了 你要我的脑袋 我早都做好准备了 使节要 在 明杰 鲁世杰 你们三个人负责啊 把他压到空房里头 刑具不要撤掉 外边加上二十名港少 鲁流守护 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 准备 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 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 一看果然戒备森严 也慢说人跑 鸟都飞不出去 他这才放心 当天晚间没什么话 到了次日平民 蒋平和展兄飞 着手处理后事 现在王顺被抓住了 可以奏凯班师了 无需要再次多逗留 那么这些大摊子事怎么办呢 需要处理处理 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 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 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 蒋平说 您哪把军队全带走 我们现在是完毕归赵 那么因为公务在身 也不到知府衙 向知府邓九如物辞行去了 请你见着邓知府 转达我们的谢意 冯元奎扁头 就这样收兵撤队 人就走了 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 该谁的欠谁的 样样全都铺派好了 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 打了一辆坚固的秋车 这秋车是个大木头笼子 往王顺搁在里边 里边还有个小板道 他往里边一坐 脑袋在笼子的外头 转圈给他垫点布 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 把这笼子架在车上 展雄飞和蒋平一上 派小四节小五役 什么事也不管 专门看着他 游打这儿到东京 验路护送 以防万一 其他的人 压着车辆 带着东西 准备了战马 浩浩荡荡 起身回京 在路过奎华港的时候 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 手打凉棚 看了看八宝跌晕风 轻松狼牙剑 新潮澎湃 很不是资 徐良心说 这个地方风景无画了 多好啊 可是往日光拼命了 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 今日才发现 这祖国的大好河山 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 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 酸甜苦辣 一起涌上心头 白云瑞也有同感 他们到了奎华港 殿房里一打听 雅侠女严阳云 已经提前三天 回了东京了 人家这块的事 全都处理完了 因此讲评他们 在奎华港打了顿奸 休息片刻时 继续登城 咱这么说 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 早早的休息 每到一地 都严加戒备 特别是蒋平 告诉小武艺小四杰 对待紫面金刚 王顺的掩饰 要及时共用 不准亏待他 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 必须活着 把他送回东京 这死在半道上 就不好交代了 王顺这小子 也知道好不了了 心说这回啊 到了东京 就得把我剐了 我活一天呢 算捡一天 不吃 白不吃 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 什么留虾球啊 靠大虾呀 刘鱼端 红烧海参呢 他想吃什么 这就供给他什么 这一路之上 这小子不但没瘦 还胖起来 脑门子吃的倍量 大人说这一天 路过一个地方 叫大柳屯 在江苏 河南交界的地方 有两条道 聚会于此 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 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离着大柳屯 还不到十里 两面是山 山县徐良在马上 仰面看了 脚 脚的这个地势 非常险要 他把马往前一提 靠近白云瑞 老兄的 你看这个地方 够吓人的 可不是 他说 四大爷 住点一啊 我看这地方 山多灵密 容易有匪人出没 弟兄们 多加谨慎啊 蒋平也喊 注意 前队后队 都精神着点 蒋平的话音 还未等落地呢 就听这脑瓜点上 好像天塌 阿拉斯的 从左边的山头上 扔起一块巨石来 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要上秤 摇摇摇摇 没两千斤也差不多 我呀 上林的大伙 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骑马的也好 步行的也好 往两旁一跑 哇 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 摔成了八半 只把几个人 面皮给绷伤了 叫那碎石头 这儿 你说 这大块石头 整个把路给拦住 紧跟着 卡 卡 路两边的大树 还倒了好几棵 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 从总总迹象表明 要出事 果不出所料 正在这时 就见左门的大树之上 穿下十一个人来 在石篮子后边 草串之中 又穿出一百多里 这些人 全用黑灰磨脸 眷爬党头 手中拿着刀枪棍 拖着枪弓硬弩 把道路给横住 为首的是俩人 走到最前面的 此人身高八尺挂领 面似银盆 一步荐然飘洒千辛 高枉牛心发短 见没大眼睛 手里拖着五金的拐杖 大伙一眼就看出来 来者非别 正是开封府的死敌 非剑仙 朱亮 在朱亮的身后 跟着个出家的和尚 哎呀 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 什么原因 这人个可不耐 能有八尺多高 精绑也挺困 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 要跟方树安脸比在一块 那就比没了 脑袋小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 哎 顶多比那能大了三圈 不注意 好像个小头鬼 屁的半亮 脸上还有十七八个黑色的麻子 你别看这样 两个小眼睛 半亮半亮的 在尖头上 扛着龙虎方便铲 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把道路拦住 再往后头看 还有个五十多岁的人 鸭围巾 英雄厂 手里托着圣金的三截棍 看半天不认识 至于那一百多人呢 那都是打手了 翻江书蒋平 早就有思想准备 就知道回京的路上 不能太平了 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 赶紧把马皮带住 两腿一飘 撑 他跳下来 站住 把秋车护好 各位小英雄 各拉家伙 把紫面金刚 王顺的秋车 给包围了 谁也没有 大头鬼 方苏安吉吉 拿着小片刀 蹦车顶去 你别弄 王顺 你小子 别他妈高兴的 太早了 哦 你盼着 有人砸秋车 皮木龙 把你给救了 忘想 我告诉你 要没人救你 你还多活两瓶 要有人救你 就是催命鬼 我可叫你 明白点啊 如果飞剑仙 猪亮 往前一凑合 我这小片刀 先把你眼睛给抠下 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 方苏安说得出来 办得出来 王顺这小子 张着大嘴 心里 蹦蹦直跳 心说 这不是老剑可 朱亮吗 甭问 在大柳屯 等着救我呢 哎呀 能不能救得了啊 我王顺 还有没有出头之日 方苏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带着 他说得出来 干得出来呀 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 他一小刀 就得把我宰了 这怎么办 所以王顺这小子 装得若无其事 最后把眼睛一闭 他不看了 心思平天由命 爱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位说 飞剑仙朱亮 从哪来呀 签文书咱说了 八宝跌云峰 轻松狼牙剑 展开了混账 朱亮这小子 凭着武艺高强 杀开一条血路 他跑了 他跑到后山 罗汉洞 钻到个山洞里头去了 朱亮就没敢露面 他的意思是 如果王顺火玉贵 打了胜仗 把三峡五翼的打跑了 那我还归队 相反的 我就逃之遥遥 好不容易他 瞇到第二天 偷偷地从山洞出来 找那个高坡 望下一看 真好比武雷轰顶啊 他一看 蝶云峰狼牙剑的旗 换了 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 他一看 全是官兵 就知道王金龙他们 大势一去 朱亮就没敢露面 仗着他地里非常熟悉 走一线天 过悬壁谷 离开跌云峰 朱亮等离开危险之地 找了没点地方一坐 心里这难过劲 就甭提了 心说就凭我飞剑仙 堂堂的剑客 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啊 他我上哪儿去呢 难道说 就此善罢干修了不成吗 不行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炷香啊 不报此仇啊 势不为人 后来啊 他打定主意了 他敢问河南登峰口 嵩山禅于寺 找谁啊 找金掌佛禅僧 就是咱刚才说 那个小脑瓜 他就是金掌佛禅 禅于寺的老当家 他就是紫面金刚 王顺的老师 主量又跑到那搬弄 是非请 等见着金掌佛禅 佛禅盛清捆带 老建客 您这是从哪儿来 主量未曾说话 口大口大爱声 老泪纵横 难尽呢 别哭 别哭 哎呀 老建客呀 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快把经过详细讲来 好 我说 我说呀 老师父 我这次 我这次到河南 宋山 我不为别人 我为你徒弟 王顺来的 哈 王顺他现在 这三长两端 就好像把我的心 摘掉了死的 我怕老当家都不知道 他为来给你送信 我这次到河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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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